大家好,歡迎來到中逢選股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市況 美股在週三的時間走勢還是偏遠 市場關注美國今晚公佈9月份的CPI數字 而內地A股經過昨天下午的絕地反擊之後 今早早繼續走勢上偏好 但港股並未有起息 恆指近平開後小幅反彈 但很快就掉頭向下 早市來說最多跌超過200點 而半日收報起16534點 跌了166點 跌幅有1% 大市的成交仍然比較疲弱 半日只有430億左右 科網股繼續受壓 美團京東跌了2-3% 內房物館股熬股 碧桂園、碧伏今早早都跌了接近一成 另外一些體育用品股 還有一些汽車股仍然有股壓 像吉里跌了2% 李寧跌了半成 而個別的豪島股、餐飲股 股壓仍然是明顯的 好像金沙中國、海底撈跌了2% 不過火電、綠電股是繼續做好的 而一些新能源材料股也有反彈 除此之外 醫藥股的表現都相當強勢 其中白濟神州公佈了 旗下治療的腫瘤藥物 在中期分析裡取得積極的成果 股價今早早急升了一成 另外若明康德 預告了今年首三季順利會倍增 估計升了接近半成 不過走勢上 仍然以籃籌股石若 即1093 走勢上是比較偏強的 而今早早也曾經升過半成 再次嘗試突破8元的關口位 其實公司上半年的業績 跌幅相比起首季來說 其實都有所收窄 即將公佈第三季業績 能否持續有改善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成為一個趨化劑 至於股價方面 目前來說仍然處於7.5元 至8元的區間上落 可以等待稍微回吐 或者甚至若然出現一些 向上突破的走勢 才作考慮 今天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